美國西亞圖在8月7日 一名亞瑞女大學生安傑里娜 在家裡睡覺時 她的媽媽和周盛繼父在廚房爭執 博士新聞8月24日說 繼父揮拳毆打母親的臉部及頭部大約15次 安傑里娜試圖阻止繼父毆打媽媽 結果被繼父狂刺107刀後當場死亡 據了解繼父曾經暫停襲擊 更換尖滿鮮血的衣服 還拿了另一把刀繼續行兇 而媽媽就在睡房中報警求助 警方到場後繼父被控一項謀殺罪 及一級企圖謀殺罪